A01第六章 好,我們真的實際來操作說 中間到底是在哪裡 那老師教的經驗是小朋友都點很大 有的甚至點這麼大不需要 那老師現在錄影片的目的就是說 請大家要如何做這樣子 好,同樣的在站牌上寫上九個編號 好,在一號與二號中間做記號 好,那實際上要做多大呢? 差不多跟這個一樣大,老師看得到就可以了 因為做太大的話 哇,那個很容易就寫對了 但是這樣子沒有達到訓練的效果 好,那如果我們到時候寫兩公分的字 兩公分的字大概這樣子 那我們點的時候只要點這樣子而已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你大概看不到 很小 所以老師希望你們目前不要點太大 不然到時候寫兩公分的字點那麼大 就沒有效果 好,以這個例子一號跟二號中間 那老師現在就是要教大家如何來判斷 如果你手這樣拿會擋住線 所以就會判斷錯誤 所以應該是要這樣子 點的時候 其實正正寫字的時候是你要用眼睛判斷 那有到現場 老師現場上課的老師都會給他們去看 那個小捷的攻擊的影片 小捷很厲害,有雷射眼 我們要跟他一樣 眼睛要這樣子用掃的雷射眼掃過去這樣子 好,每個人都有超能力 老師故意寫錯哦 每個人都有一個基本能力 老師故意用錯了 好,比如說我覺得我這樣是 是中間其實還差一點 為什麼差一點,你怎麼判斷 我們寫毛筆其實是看眠眼睛 看出來的沒 它是眠眼睛 就是有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有小朋友聽不懂 所以老師大概是講這樣子 好,然後我這樣點的話 你看我如果切下來我就會很清楚 像切蛋糕或切豆腐 老師的遊戲有切豆腐 你覺得這一塊跟這一塊有一樣大嗎 沒有啊 所以不一樣大的時候 這邊比較大 所以你就要再移過來一點點 不用太多 那你再切一次用眼睛掃 對的時候你就這樣點下去 不要太多 好,因為我們這個比較大的 所以有需要這樣子弄一下 但是老師剛才有講過了 斜兩公分就很小很小幾乎看不到 好,所以這個要點多大 大概這樣就好了 超過線老師知道你點中間 好,我們再判斷一下 驗收一下 這樣子蛋糕有沒有一樣大塊 有 好,對了 那其他的這幾題 就照這個方法去做囉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做一個比例 好,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